好,這次我要來分享一下我自己面對一個電腦螢幕顯示武書的問題 那通常這個問題絕大部分大概有八、九層都是接觸不良的問題 比如說,好,我們現在來開機 然後輸出,那不管我們再開一次 好,螢幕有顯示它的LOGO,這代表螢幕本身應該是正常的 可是它顯示VGA No Signal,這代表就是沒有輸出,沒有輸出來自於電腦端 那通常的問題會是來自於這邊接觸端的問題 因為我們通常會去移動這個螢幕,喬姿勢比較好看的角度 然後九二九支,這一個OK,這個就接觸不良 那因為我這個比較緊,我只要插上去就會OK,那有的接頭比較鬆 那你插上去的時候是沒有接觸的狀態,沒有完全接觸的狀態 就會造成顯示VGA輸出 好,那現在呢,我將它完整的插上去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OK,看不到裡面 但是可以知道是在這個位置 好,我把它插上去 那最好的狀況的話,你將這個螺絲鎖緊 那它就比較不會有接觸性的不良 好,那我們接上去了 OK,正常了 那這個是屬於這螢幕端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可能的問題呢,會來自於這邊的接觸端的問題 那之前我都是插這個 那後來,因為我插這個時候 它是顯示VGA輸出的狀態 那顯示VGA輸出的狀態是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有一個保護塊,所以久而久之它就氧化了 那精密電器清潔劑 你可以去噴這個HDMI的這個接觸口 那你噴,那我的做法會上下都噴一噴 然後趁著還有一點清潔的時候去插拔個十次 讓它接觸的更頻繁 讓它去解決氧化這個問題 那這屬於這個螢幕端的接觸問題 跟顯示卡的接觸問題 如果你的顯示卡 你的顯卡是屬於比較長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一個顯卡支撐架 像這樣把它撐起來 那因為呢,如果你顯卡比較重 久而久之的它的那個 下面那個PCIE的插槽啊 就是會變形 因為顯卡很重 這邊單一支撐無法去支撐顯卡的重量 所以久而久之也會造成一個接觸性的不良 好,那這是屬於接觸性的不良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是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屬於顯卡的問題了 不是顯卡 是屬於記憶體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個 OK,是沒有顯示的 所以呢,等一下我要到這個測試機台來看 給各位看 我會將這個有問題的顯卡插上去 那這時候的狀態呢 你會聽不到開機聲 那這時候呢 你如果是遇到類似的狀況 你就要去假設 它可能是顯卡本身 比如說這個氧化的問題 或者是說記憶體本身的問題 那你最好的話呢 你是有一個備用的顯示卡 那萬一真的有問題的時候 它不會同時兩個都不良 你可以做一個交叉測試去判斷說 是顯卡本身接觸的問題 還是記憶的問題 好,那我現在將 我先開正常的讓它有顯示 然後我將這個NG的插上去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那我現在將這個有問題的記憶體 我插上去 那我們來看一下會有什麼狀況 就模擬就是 當你記憶體有問題 或是接觸不良的時候 它會不會有螢幕顯示輸出呢 我們看一下 好,我們把它插上去 然後呢,我來開機 OK,開機是 沒有任何訊號的 因為 我們沒有聽到電腦開機的BB聲 所以當然會是 VGA Note Signal 好,那我現在強迫關機 好,這兩個記憶體都沒有問題 可是它還是有氧化 有必要的話 你可以是用叉子去插一下 接觸性會比較好 那我現在把它放上去 好,那我們再開機一次 OK,我們聽到B聲了 有聽到B聲代表你的電腦是正常的 好,螢幕就有顯示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呢 我們去診斷 VGA Note Signal的問題 其實是蠻單純的 那還有比較特殊的狀況 要讓各位知道就是 這個部分 那因為我本身有集成的顯示晶片 那這個是顯卡 那顯卡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也有氧化的狀況 那如果說你的顯卡接觸不良的話 你是懷疑顯卡接觸不良的話 那你可以去買一個叉子 記憶體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買一個這種叉子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顯示卡呢 就放在桌面上 然後呢 我們就去叉子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解決氧化這個問題 那你的顯卡呢 就是又更新的一樣 都可以重新工作的 好 那希望這一次的介紹呢 對你能夠有所幫助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再互相討論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你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哦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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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